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不放心 婆婆站在卧室门口眼睛不眨地盯着汪洋等回花 汪洋气呼呼地一咕噜坐起来朝他妈大吼 你还让不让人睡觉 你干女儿是人 难道我就不是人吗 妈 我是有老婆的人了 要去你自己去 我看看手机已经夜里十二点多了 以前汪洋他妈也叫他去看过几次武力 不过都是白天 也都是我陪着去 武力哪有啥毛病 只不过是对汪洋有那么点意思 汪洋这一吼 婆婆站在门边就刚好起来 有了媳妇忘了娘的东西 老娘一把屎一把尿得养大你 娶了个不下蛋的鸡 养儿有啥用 还不如认来个干姑娘 婆婆站在门边 哀嚎得挣起劲 汪洋冲下床啪的医生关了门 我和汪洋结婚三年了 婆婆从我踏进汪家门那天起 就盼着我快点给汪家添个大孙子 但是我和汪洋都想先以事业为重 孩子过几年再生 前两年婆婆还尊重我们的意见 今年自从认了个干女儿后 就像变了个人 吴丽是个外地女孩 有次婆婆在沃尔玛超市不胜滑倒 吴丽扶起她后 又一把提菜一把牵她回家 两人聊着头肌 婆婆怜惜 吴丽一个女孩 单枪匹马在他乡生活不易 自己刚好又没女儿 索性认了吴丽做干女儿 吴丽嘴前 一口一句妈的哄得她 比对自己亲儿子都伤心 今天晚上婆婆煲了鸡汤 吴丽还像往常一样过来吃晚饭 餐桌上 婆婆拉着她一把眼泪 一把鼻涕地哭诉昨晚的事情 婆婆给吴丽盛了碗鸡汤 又给汪洋盛了碗后 眼睛斜瞅着我对吴丽说 丽儿多喝点 这鸡我去乡下买时刚下蛋呢 你说人家养鸡还会下蛋 不像有些人站着毛坑布拉时 我知道婆婆是在指桑骂怀说我 但是为了老公汪洋 我选择了忍 婆婆是个可怜人 公公在汪洋时随时意外离世 她一个人寒心如苦拉扯汪洋成人 也没有再嫁 想着她吃过那么多苦 人也老了 她说几句又何妨 吃完饭 我进卧室换件衣服 老公汪洋去洗碗 婆婆一看是儿子在刷碗 怒气冲冲地推开我的卧室门 刚好我正要开门 门框砰的一声 撞在我的额头和鼻子上 我只感觉眼前一阵冒心 一阵暖流从鼻腔里冒出来 婆婆见我鼻子流血 吓得盲叫汪洋 汪洋很爱我 见我鼻子流血 额头也起了疙瘩 心疼地帮我敷冰消肿 真是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我还没说话 婆婆站在旁边 就开始怪我站在门后 毫无道歉的意思 气得我想都没想 一把推开汪洋 捡起汪洋放在地上的碗 用力砸在地板上 婆婆还不依不饶 毫无悔意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两手抹泪 哀嚎地说我欺负她 王老妍见她妈 越来越起劲了 憋了一肚子的火 噼里啪啦就从嘴里 碰向了她妈 两母子在客厅里 吵得乌烟瘴气 我头疼地进卧室 反锁上了门 我真的很怀念 一年多前 那个和睦的家庭 那个笑容满面的婆婆 客厅里突然安静了不少 过了几分钟 只听见 砰的一声关门声后 客厅里恢复了宁静 盈盈 我妈呢 汪洋的声音 突然在客厅响起 我慌忙开门 刚才的关门声 婆婆离家出走了 我和汪洋外套都买来得及穿 披着薄睡衣 急忙冲出家门去寻婆婆 外面飘着毛毛细雨 婆婆的电话 放在家里也没带 汪洋打电话问吴丽 晚上十点多 吴丽也加入了找母队 在离家二十多分钟路程的公园里 婆婆一人坐在小亭子里 身上的碎花家居服也湿了 看着孤独又可怜的婆婆 我忙把我的薄睡衣 披在她肩上 汪洋忙把她的睡衣 脱下给我穿 自己就剩下了贴身背心 婆婆一边哭一边闹 到汪洋有了媳妇忘了娘 说什么她对不起公公 养了个没用的儿子 娶了个媳妇后 就耳朵变软了 良心被狗吃了 婆婆越哭越烈 在这深夜幽暗的公园里 听着盛得慌 我们三个人求她回家 可无论我们说什么 她就是不愿意 婆婆一把扯下 我给她披上的衣服 扔在汪洋身上 哭着说 我就要坐着汪洋对付她 公公去得早 我们欺负她一个人 无人撑腰 眼见时间越来越晚 我们大家明天又要工作 我无奈只好和汪洋商量 给婆婆认错 我俩一唱一和 好不容易哄好她 这次吵架总算是圆满垛目 到家已是夜里两点多 我们正要休息 婆婆突然叫我 要和我商量点事 婆婆说 她也不是故意开门撞我 只是她心里很气愤 我嫁过来三年了 肚子毫无动静 眼看同校去的几个小媳妇 怀的怀上了 生的生了 问我准备啥时候 给汪家添个一儿伴女 我也想早点生孩子 只是刚好工作处于上升期 上头领导有意提拔我 升职为部门经理 我和汪洋都是事业型 我们也还年轻 孩子可以玩点有 工作不可以无 婆婆不能理解我们 她扯了嗓子板着脸 说自己没啥好工作 不也养活了汪洋 如果我是怀不上 故意来耽误汪洋 让我顺早和汪洋离婚 腾出位置给别人 汪洋起初还和他妈争执直 看他有点激动 最后只能歼灭不语 我心里烦得慌 再这样下去 别说生孩子 恐怕还没怀上 我就要被汪洋他妈给抑郁了 我想离婚 可是想着汪洋对我的好 我是嫁给汪洋 又不是嫁给他妈 他也六十多了 还能有多少年光阴 忍忍就过去了 躺在床上 已是四点多了 这一晚是最煎熬的一晚 头痛的睡不着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 昨晚一夜未合眼 加上受寒感冒 我现在只想好好睡一觉 可是想到回家睡 是不可能的 唯一的办法 就是开个终点房 靠捞下自己扑一辈的灵魂了 我决定先填饱肚子 再去睡 在宾馆旁的餐厅里 透过玻璃 我看到了另一个物力 对面酒吧门口 一个精瘦的年轻男人 搂着穿着暴露的无力 无力坦露着白花花胸部 和在婆婆面前的 甜美乖巧形象 简直是对我的眼睛 赤裸裸的嘲讽 昨天婆婆还想让我 腾出位置给她呢 年轻男人在无力脸上 吻了一口 搂着她坐进出租车 扬长而去 一觉睡到十点钟 未接电话提醒 婆婆给我打了三个电话 汪洋打了一个 我刚踏进家门 就听见婆婆 抽抽气气的啜气声 还有无力的安慰声 一回家就不得安心 这老太婆一天不车筒 就不舒心 真是受不了 这无力也是 天天来 还真把这地儿当娘家了 我烦躁的直接进卧室关了门 这个点回家 汪洋知道公司加班是长事 也没问啥 倒是婆婆不淡定了 隔着墙就能听到 她在外面鬼哭狼嚎 控诉我欺负她的声音 我真是要欺诈了 都是第一次做任 凭什么我就要让着她 我又不是声誉机器 如果一个女人 连自己什么时候生儿育女 都无法做住 那和奴隶有什么区别 摸着我额头上的疙瘩 我决定不再忍她 老虎不发威 还当我是病猫 愤怒冲昏了我仅有的理智 我冲出卧室和婆婆大吵起来 这样的家 我是过不下去了 爱怎样就怎样 婆婆抬起桌上的玻璃果盘 朝我扔过来 汪洋冲过来 挡在了我面前 婆婆指着我大骂 要不是汪洋挡着我 我真恨不得冲上去 撕烂她的嘴 前的桌子就翻倒在地 冲回卧室 提上包砸门而出 之后传来婆婆的咒骂声 和哭号声 我给汪洋发了条短信 这个家我实在是受够了 我要离婚 酒店里汪洋哭着 跪在地上求我 只要我不和她离婚 什么要求她都答应 看着她哭着 撕心裂肺的样子 我抱着她心痛的大哭了一场 有这样的妈 最痛苦的也是汪洋 我想了一夜 可以不离婚 但是必须搬出 那个住着婆婆的家 在酒店住了三天 我和汪洋终于在公司附近 租到了房子 我也懒得想这三天 婆婆怎样了 反正有她那个 引以为傲的干女儿 守着她 有好几次 我都想告诉汪洋 我看见无力的事 但是想想 既然婆婆不待见我 有一个人替我们 陪着她也好 周六我和汪洋 回去搬东西 刚进小区 就被婆婆的广场 伙伴拉着脚舌根 原来我们不在家的这几天 婆婆每天跑到小区里 哭诉 我是个恶儿媳 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 骗了她家 骗了她儿子 还说我交诉她儿子 和我夫妻同心 一起欺负她姑家老人 婆婆扬言 我要是不离婚 她就倒在我们面前 去见公公 我在卧室里收拾东西 汪洋抱着她妈安慰 一听汪洋要和我搬出去 像疯了一样 冲向阳台开窗子 架得汪洋抱着她的腿 跪在地上 哭蝶喊娘 邻居听见婆婆 哭天抢地的声音过来去 我在卧室听见婆婆说 搬家她不同意 只要汪洋和我离婚 去吴丽 她就算死也瞑目了 汪洋只知道沉默 拉着她妈不吭气 吴丽也来了 自从上次在酒吧 对面看见过吴丽 我就去吴丽上班的公司 找过她 那家公司 根本没有一个叫吴丽的人 吴丽只不过是个酒吧陪客女 汪洋她妈 简直是为仓女从良做贡献 不过这些 我已经不想再管 现在我只想快点 从这个让人窒息的屋里 走出去 出门的时候 汪洋没有跟着我 看着鸡鸡脑脑 哄着婆婆的汪洋 我头也不回得出了门 以前还觉得 他是个血气方刚的男儿 知道关键时刻 不过就是个马宝男 这种当断不断 简不断理还乱的男人 留着有什么用 周一我叫上汪洋 一起去了明镇局 有句话说得好 拿得起放得下 现在 我只想爱得起也放得下 这段婚姻 汪洋与我在 怎么夫妻同心 中间揪心格的他妈 我的容忍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只能是让恶人更猖狂 更嚣张 做人要有尊严 卑微的迁就 受伤的只会是自己 汪洋把我们共同存的 十二万元全部留给了我 看着手里换了字的 这儿站在风里 哭红了眼眶 一个月后汪洋再昏了 娶了无力 后来听说 无力染上了性病 传染了汪洋 那个家现在 比以前更鸡飞狗挑了 那个一心想抱孙子的婆婆 如今孙子没抱成 反而害了亲儿子 不过这些都与我无关了 现在我只想珍惜当下 那些过往前程 就让它随风散去吧 还真是罪有应得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请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